小朋友早安,欢迎收看和收听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猎王记下的第八章 主题为诚实可信的神 在今天的经文中,有一节很宝贵,也很重要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 就是在第十九节,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位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犹大 照他所应许大位的话,永远是灯光与他的子孙 耶和华神有很多的属性 这些的属性就是描写神的性情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神这些的性情是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常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 在神所有的属性当中 信实是只为可重要的 如果神什么都好,也答应给你很多的好处 但是神却没有信用,只是信口开合 每一次都叫人非常的失望 慢慢的就会不再相信他了 因为他是一位没有诚信的神 但是小朋友,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神若是有一位说话算话的神 那就不一样了 犹大王越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神非常的生气 所以神打算要灭绝犹大 你看一看,这样一个的国家的元首 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有极大的关系 可是,因着另外一个的君王,就是大卫的缘故 在这个本来要被灭绝的一个的命运中 再次的被扭转了 你会想说,为什么会被扭转呢? 那全是因为神耶和华信实 因为神曾经答应了大卫 永远是灯光与他的子孙 意思就是说,因为大卫的子孙 曾经做了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但是因着大卫的缘故 大卫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神应许了大卫 不再灭绝犹大 所以神怜悯在他的子孙的身上 所以小朋友,在今天 你在神的家里 神恩待我们 同时也恩待我们的家人 当我们约爱神的时候 不但我们被蒙福 我们的家人也因着我们也被蒙福 所以神是信实的神 绝对是可信可靠的上帝 所以孩子们 接着今天的孩子聆听 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和坚信 知道神所应许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所以我们的神是可信 诚信的神 所以愿神的话语 赐福你们 Amen